高峰是90年代的足球运动员,在组坛上有快马浪子之称,球场上的他比马跑得还快,球迷非常之多,而现实生活中却被大家称为浪子,因为他的飞蛮事件实在太多了。 赖英在大家心中是一位果断的大姐,但是遇到高峰也不理智了,他与高峰有过一段十多年的恋情,甚至为他为花生子,却依然没有改变他的风流倜傥,同时十年为花生子,赖英才醒悟过来,不能再是迷于这个男人了,这才带着儿子离开了高峰重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后来泪英也遇到了一个珍惜他体贴他的男人,而高峰与泪英分手后就与自己的同学伴春龄结婚了。 结婚后的他依然不安分,也有可能因为膨胀,所以脾气越来越大。 后来与一位出租车司机打架被判入狱,才让他彻底改变过来,也因为这间丑了他的人气直线下降,从此他也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。 这些年高峰也没有离开足球,成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,为培养足球人才贡献力量,也意识到对难英的亏欠,也一直在努力弥补对儿子的亏欠。 当年的快马浪子终于不浪了。